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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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來了 我的來了 Sony旗艦系列數位音樂播放器 WM1A Mark II 人稱黑磚的DAP數位音樂播放器 那麼這台是昨天4月22號 台灣Sony正式公佈上市 那麼它的售價次旗艦款 WM1A Mark II 是32,990元 那麼它的上面還有一個真正的旗艦款 金色的 WM1Z Mark II 92,990元 哇塞 可以買三台黑色的 好的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來開箱啦 那我們先看到的是產品的外包裝正面 Sony型號 Walkman 這個系列非常久 他們最久以前是從卡式錄音帶那時候 就開始販賣好像19,197多少年就開始在賣了 這個系列一直到現在 從以前卡帶 CD Play到現在變成數位播放器 哇 時代的變遷 人們的夢 哈哈哈哈 好 那側面部分呢 就是顯示它的產地區 它已經變到中國來生產了 背面的部分呢 保護書 還有一些基本的小參數的東西 那我的主機序號呢 我這邊看了一下是第98台 那我聽說喔 這一次到貨量非常少 全球其實它的到貨量都非常的少 台灣的部分呢也是非常的少 所以每一間公司呢 都分到幾台就賣光光了 那麼現在呢 官網上面你看到的都已經是缺貨中 你要等第二批 那麼第二批呢 很多店家已經開放預約了 看完的介紹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開始去預約了 好 那我們正式來開箱 那從底部的這個地方 打開 喔喔呦 上線式 哎呀 那皮那麼薄啊 喔 啊 欸 SONY現在也開始有在注重環保 所以 這一層薄薄的外層拿掉之後呢 裡面就會看到這個小內盒 那麼內盒整個就是環保材質 跟我之前介紹它的藍牙耳機的時候一樣 它整個都使用環保材質 哎呦 我來看看怎麼拿出來 欸抽屜式的 喔 哇環保環保材質都掉好多屑屑喔 好那裡面呢 給了一個這一封 是信嗎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給最愛音樂的你們 喔 這個是什麼 那個啊 這邊中文的 他們的 兩位開發者的一些訊息啦 喔 好 大家看 簡單看一下 好 這個先收起來 好 那麼在底下呢 這個部分怎麼拿起來 這樣嗎 喔喔喔喔喔喔喔 有 這樣子 抽起來嗎 哎 不是不是 我錯了 我錯了 上面就這樣一層直接拿起來就好 哇 這個 這絨布的喔 好 這塊布可以拿來 當墊底的 很好很好 好 主機本體 哇 先讓它看一下 哎呦 其實一直看外面很多人的影片說好像很大台 其實拿起來跟手機的大小差不多耶 這個手感還不錯喔 好來打開 哇不錯不錯不錯手感很好喔 後面這旁邊都是金屬的 好像都是用鋁框做出來的 涼涼的很舒服 那我們先看一下其他盒子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那麼裡面呢我看還有什麼 傳輸線 USB Type-A轉Type-C的線 然後呢 說明書說明書 兩本 好的那我們來看看它的本體吧 那麼本體這個厚度啊還有重量感 重量是299公克 握持感讓我覺得剛剛好 不會想說像說它這個形狀 這邊這樣凸起來凸起來 有些時候它上面是很笨重 但不會這樣 你手握起來反而是剛剛好 上面這樣凸起來部分 讓你可以感受到說 欸到底呢 到底呢這樣感覺 那我們正面的螢幕呢 這一次它把它加大 變成5英寸的大螢幕 那麼側邊呢 這邊是它的功能鍵 上面是電源開關 音量加減 上一首 下一首 暫停鍵 播放鍵 那麼它對面這一邊呢 則是鎖定鍵 你把它往上播之後呢 功能鍵全部會鎖住 才不會誤觸到 那下面呢 是Mic Core SD卡的插孔 那麼頂部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插耳機的地方啦 那一邊呢 是4.4的全平衡輸出 以及3.5mm的非平衡輸出 那麼上面 各自有各自的保護蓋 所以你不聽的時候呢 最好把它蓋起來 才不會有髒東西跑進去 造成電路的損壞 好 那我們看到底部 底部又是一個非常大的進化 它終於把它的專用接孔 改成了USB Type-C的接孔了 那麼它的底部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呢 其實它都是有弄上一層皮革 所以你摸起來的感覺 不是金屬 不是那種冰冰涼涼的感覺 是皮革蠻舒服的 就這一小塊的地方 它用的還是金屬部分 好 那這個貼紙呢 我一定會把它撕下來 不然那用久之後殘膠在上面 你會永遠拿不下來 那麼接下來 我們終於要把它開機了 來我們按著開機鍵 出來了出來了 這個Sony Walkman 哇 Android 是的 它裡面的系統呢 已經用到Android 11了 開機 開機有點時間了 好 那我們來做一點基本設置 那我已經開機完也做一下簡單的設定了 那麼已經進到它的畫面 那它現在一些簡單指南跟你講說 你這個剛開機 你要先做個200小時的RUN IN 聲音才會到達最好的地方 而且是左右孔 全平衡跟非平衡 你都要200小時才到它的穩定狀態 好 沒關係 我就邊聽邊用 好 那麼剛剛都在跑Android的系統 所以前面其實很多地方都會像你在買Android手機一樣的設定 那有些不需要的你就通通把它略過 那些我通通都不要 我這台是聽音樂用 所以那些雜七雜八功能 我通通都把它跳過 那麼基板的設定呢 我也設定完了 APP的部分呢 我最常用Apple Music啦 KKBOX啦 也都已經裝上去了 買了這台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可以裝APP 所以你的串流服務 就可以裝上去用它來聆聽了 那麼第二個最重要就是 Walkman的調音啊 來我們看這個功能 這個很像調整聲音東西的東西這個 眼睛之後你目前看到的它是直通的 就是都跳過那些EQ功能 那麼我們把這個關掉之後 第一個看到的是EQ調整 如果你哪一些頻段低音要多一點 還是要高音多一點 你都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那麼下一頁呢 是它最著名的DSE Ultimate 那麼這個功能呢 就是照它字面所寫的 CD啦 或是你那很舊以前的MP3的檔案格式 它都可以用AI的方式 幫你把聲音修補至接近原音檔 這功能很好用耶 如果你以前留下來的那個聲音檔 都是比較差的 它可以盡量幫你修補 讓你聽到好像是原音重現的那種感覺 那麼下一個功能呢 這個我就沒聽過 這是什麼 DC香味線性器 那麼以它的寫法式 好像是把低頻的聲音 變得更像是類比聲音的這樣呈現了 那麼下一個呢 是動態等化器 讓你把每一首聲音的動態音量呢 接近到一致 才不會有一些音量很大聲 有些聲音很小聲 那麼下一個功能 黑膠唱片模擬 讓你聽到很像是黑膠唱片的聲音 好 這個我們都可以來玩玩看 那麼最後一個呢 是不管你所有什麼聲音 全部都給你升頻到DSD 哇塞 這個有夠強的 好 那麼它聲音調節部分呢 大概就在這邊了 好的 那麼串流的部分呢 我們簡單介紹完了 那麼它自己內建本身的程式是什麼 就是這一個 正中間這個Walkman 點下去之後呢 會出現它的程式內容 那這一個呢 是專門是來讀取主機內部的音樂檔 或者是SD卡上面音樂檔 專門用它來播放的 那麼它這個程式呢 取樣頻率可以大到最高 好像384KHz這邊 就等於是最高規格 比它用串流的還要高 串流好像最高只支援到192KHz而已 那麼我是覺得我喜歡方便 所以我都是喜歡用Apple Music來串流來聽 我就想覺得說音質已經夠好了 那麼APP這裡面呢 這個Walkman的自己本身自帶的功能 裡面這邊還有一個USB DAC功能 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點訊息之後呢 連接你的電腦或者是Mac的主機 安裝他們的程式來聆聽音樂 你真的只能來聆聽音樂 因為我剛剛有想說 我把它變成USB DAC之後 我來接電腦 然後去看線上影片 因為我們現在線上影片非常的多 但是他們音質都壓爛了 那我想說我剛剛不是有一個DSE功能嗎 打開之後我一聽 音質有變好一點耶 但是聲音會延遲 死在這個地方 聲音會延遲 那一切都不用談了 人物講話已經講了半天 字幕已經過去了聲音才出來 那已經慢了一秒了 我就哇 我想的太美了 慢了一秒 這個你影片根本看不下去啊 但是呢如果是在本機裡面 打開APP來看的話 那就不會有延遲 而且那些音效效果通通都會套用上去 在USB DAC的模式下 那些音效效果也都會套用上去喔 只是你拿去接電腦 它會延遲 在本機裡面沒有延遲 而且聲音的品質會變得非常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啦 WM1 A Mark II 它的聲音到底是怎麼樣子呢 那我們先來準備一下我的耳機 那我這一次呢 試聽的耳機呢 是IQO的OH10 那我們直接上平衡線 因為黑磚推力其實沒有非常大 那我們就直接上全平衡 這才是它全力解放的地方 直接上全平衡 好 戴一下 那目前戴上去呢 是沒有聽到任何的那種底噪的聲音 那我們聽的音樂呢 就直接用Apple Music 那我聽 聽我最近聽的 展Q三卡 聽一下 好的 那麼我簡單的試聽了一下 我剛剛都還只是使用 IQO的OH10 來聽幾首歌而已喔 我現在已經聽到 林木雅似的ギリギリ的 剛剛是聽M的 展Q三卡 那中間還有聽了好幾首歌 哇真的是說 Sony這個音樂風情太強了 它把聲音抓得點剛剛好 聲音的細節呈現出來 人聲突顯出來 然後呢 動態感都可以讓你打得剛剛好 像我喜歡聽這個 OH10的低音的部分 它不會說 砰到現在非常快 但是它整個彈性都是抓到 最剛剛好的點 不會讓你混亂 一切景條有序 但整個聲音是非常舒服的 有細節又耐聽 又不會刺激到太過頭 整個都是屬於均衡 我只能說 它這個整個算是均衡 那麼額外呢 還去試了其他耳機 例如我這邊剛到手的 敗耳動力的DT990 Pro 但是它是250歐姆的 3.5mm接上去 因為它只有3.5mm的口 接上去 還特別調到High Game 但是聲音有出來 但完全推不開 我剛剛前面說的動態感那些都蹦不出來了 所以 如同它的工程師所說 你如果要搭配WM1A Mark II的時候 最好非Sony品牌的耳機 主抗最好在80歐姆以下 靈敏度在100以上 才是它才可以完美發揮的區間之中 所以它也說 如果你要把它推動更高歐姆的 那它比較推薦你去買它們的桌上型的機器 而不是隨身攜帶型的機器 好的 那我們最後來終結一下吧 Sony Walkman EA Mark II 黑磚 聲音超乎我的想像 該你要有細節給你細節 該耐聽給你耐聽 該有的音障感都給你 動態的收放 通通到位 並不是一般的什麼小尾巴 DAC耳廓可以比你的 它的水準已經是很高 我已經覺得是金字塔頂尖的部分了 除了它本身自有的調音 還有其他額外聲音音效的功能 我都覺得非常的好用 尤其最好用的我認為就是 DSE的把聲音修補的功能 還有聲頻成DSD的功能 還有剛剛我也去玩了一下 它的DC線性的功能之後 聲音本來比較尖銳的 會變得柔化柔化了 聲音也變得好聽 變成說你該要玩的東宮 通通可以在這一台 主機上全部直接玩到 所以我認為它賣32,990元 我認為是超值 以這個價格還有這樣的聲音水準是超值的 上面還有一台最頂級的 92,990元的 那就是你經費足 你直接上去那邊 你要求到 一直到百分百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去買最高頂階級 不然我認為一般玩家 像我這樣子的玩家 我可沒EA Mark II 已經足夠應付你一般會使用到的耳機了 除非是像我剛剛說的DT-990 250Ω 那你就是直接上家用型系統 但是上家用系系統就沒有這樣子的聲音的調音了 這就是我現在最兩難的地方 我現在想說 那我要怎麼把它的聲音調音傳到下一台機器去 或是用其他耳機擴大機來把它擴大出來呢 但是你用它的這個 它沒有Lightout的輸出口 你這樣直接接出去 會有二次放大的問題 但是我等一下還是會去試試看 看聲音會是怎麼樣子 好的 那我們今天先開箱到這裡 我現在就要來去Run In它 先來享受一下它的聲音啦 那麼以上就是本次的開箱 Sony的Walkman WM1A Mark II 那麼想去試聽的呢 歡迎快到各個店家去試聽 那個背機完全幾乎是幾乎沒有存量的 那麼預定呢 我現在看好像通通都已經是第二次預購了 能去試聽的快去試聽 真的非常不錯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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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